當然給各位一個回去的練習 試試看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希望把剛剛的新增這個 拿來做寫入會員資料來用的話 回去要怎麼做 當然第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先把這個Member.tst打開 然後一定要避開第一列 因為這個第一列的資料不需要 底下的資料才需要 那要怎麼樣可以把它放進去 那你勢必需要做切割 那切割的話 因為它剛好中間是豆點 所以你可以用Sprits 切割 然後把它裡面的資料一個一個的取出來 一個一個的把它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邊來 那只是說 那我們的 假設用這個來改好了 那你其實第一個 假設我們的那個 Table 這個Table是資料表 名稱現在叫Table01 那如果你不叫Table01 你可以把它改成Member01 比如說這邊 我把它取一個名稱 叫做Member01好了 然後呢 我有五個欄位 那五個欄位 要叫什麼名稱呢 你可以叫A欄 然後D欄A欄 第二欄叫B欄 可不可以呢 當然可以啊 然後底下的話就是C C欄 然後再來就是什麼 再來就D 再來就E 那當然後面的欄位名稱你可以 如果你不想想的話 像有的時候 我是覺得 為了要特別想那個名稱 真的是滿頭痛的 倒不如你就先這樣子 那之後如果有更好的名稱 你再把它改一下 那至於後面的型態 如果你實在是不知道要放什麼型態 本來沒關係 你就用Test先這樣子 但是如果可以的話 你可以精確一點的話 比如說呢 我們這個資料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Member 第一個欄位應該是什麼 它這個應該裡面放的應該是編號 那應該是數字吧 所以如果你要改的話 你可以把這邊改成叫Integer 整數的話叫Integer 當然你 我記得好像加int好像也可以 不過一般的話呢 我們這邊 一般習慣是Integer 那這個型態 假如你記不太起來的話 各位可以參考那個 我們剛剛在那個前面有沒有 SQLite的介紹裡面 其實就有了 有沒有 常用的型態 如果是整數的話 就Integer 如果是有小數點的話 用Double OK 如果說有日期時間的話 你可以用Day Time 另外有個型態叫Day Time 日期時間 OK 所以這個你可以用Integer 然後另外的話 這邊生日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Day Time 所以C的話這邊 其實形態你可以叫Day Time Day Time 然後其他的欄位 看看你要不要改 如果不改的話 你就其他用文字吧 因為這些好像都文字類 好 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們就建了五個欄位 再來就思考InsertInto 所以InsertInto 後面的這個語法 那就要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叫Member01 後面Value的話 你就變成說 你要給幾個呢 給五個 所以特別注意 那五個的話 請特別小心 如果你是用Integer的話 前面前後 就不需要加所謂的單引號 有沒有 比如一號 假設這個一號 然後後面的話 就是 它裡面 它應該是放名字吧 所以 假如說我這個後面 要把一號的資料放過來的話 那我理論上應該是什麼 把這個資料放過來 然後呢 這個地方的資料 一號就直接這樣子 因為它是一個Integer 但如果說它 假設它是一個TST的話 那你前後一樣要單引號 所以這邊的話 一樣是單引號 有沒有 這個是文字 那日期的話 也是一樣前後單引號 然後選型的話也是一樣 那你再把它執行的話 它就會幫我寫入第一個會員 OK 執行 它就會先怎麼樣 在這個裡面建一個Member01 然後總共有五個欄位 然後把第一個人寫進去 可是問題來了 我總不可能說 我用手動的一個一個 去把一號填進去 二號填進去吧 所以我們後面需要做什麼 就是把這個裡面的資料有沒有 把它改成讀取檔案 然後把它放到這邊寫成一個回圈 然後讓它可以寫第一筆 寫第二筆 寫第三筆 有沒有 直到第五十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比較難的地方 所以請各位回去的話 有時間可以先想想看 怎麼樣可以把今天的這個新增部分 改成就是說會員的資料寫入 那要辦法寫入之後的話 後面我們才有辦法查詢 跟刪除跟修改 OK 所以請各位也許可以試試看 我再弄一下 應該理論上這邊執行一下 如果沒有錯誤訊息 表示寫成功了 那當然我可以再利用什麼 利用查詢 查詢也可以改 剛剛叫Member01 所以我可以把這邊改成叫Member01 有沒有 查詢Member01 幫我查出來 那後面的話當然因為有五個欄位 所以我先查前兩個好了 前兩個這個 第一個欄位是INT 所以第一個欄位可能要轉型一下 如果沒有轉型的話應該會失敗 然後第一個欄位編號 這個應該第二個欄位是姓名 我就不改了把它執行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他現在的話就會把這個資料先帶出來 有沒有 那當然現在只有一筆 可是後面的話我希望呢 可以把五十個會員 通通都寫入到資料庫的話 那要該怎麼做 請各位回去想想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原則上今天的話呢 我們就先講到這個 這個我們 Seqlite資料庫最重要的四大功能 所以回去的話建議 各位可以把這個四大功能一定要熟悉 那第二個的話呢 再來想想看 可不可以把其他資料寫進去 所以我們第一個範例 就是思考把五十個會員的資料 想要寫到資料 不過目前我已經寫一個 但是其他四十九個要怎麼樣寫進去 這個部分的話 恐怕請各位回去思考看看 OK 那今天的影片一樣 我也要把它錄下來 所以一樣我會把它放在那個 我們的雲端上面 然後請各位回去再花一點時間練習 好